上次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很期待這個版本的小青 但是小青玩起來卻有點卡卡的 原來是個BUG 你們看第六點 大招命中敵人 第一下普攻是不會有攻速加成的 難怪之前玩起來會卡卡的 不過現在已經修復好了 準備讓對手看看 改版後的小青有多恐怖 哈囉大家好我是劉哥 I'm Yuga 這場我玩小青遇到的對手是 福洛倫 我們都知道小青是能跟福洛倫做抗衡的 不過我覺得啦 並不是小青百分之百都能打得贏福洛倫 這還是要看個人細節的操作啦 那一開始小青我會習慣點二技能 因為是範圍傷害 清兵會比較快一點點 那我習慣先蹲在草叢 等兵線一出來 我就馬上把它清掉 另外你們記住一個點 就是小青一開始能打爆福洛倫的時間點 就是在他一等上兩等這個時候 只要趕快把兵線清掉上了兩等 趕快回頭去吊打福洛倫 你看他還在清兵 你們看福洛倫他上了兩等之後 滑起來有多誇張啊 但是因為我一開始有血量的優勢 所以打爆福洛倫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這個福洛倫也太狠了吧 他直接叫他們中路跟輔助上來打爆我 不是正常那個中路跟輔助都會往魔龍路移動嗎 福洛倫上了兩等之後 他滑起來很恐怖嘛 所以不要跟他正面對決 我能打爆福洛倫的下一個時間點 是4等的時候 所以我現在3等的經驗值快要4等了 所以我趕快把這波兵線清完 我就可以上4等跟福洛倫打一波 因為福洛倫離牆壁有點遠 所以我只能一虧一波 這波的話福洛倫他剛4等 你也要跟他打一波 因為我講過 小青能跟福洛倫抗衡 就這兩個時間點 一個是第一波兵線 另外一個就是剛上4等的時候 接下來你要跟福洛倫抗衡 記得要用蹲點的方式 因為蹲點的時候 我可以享有先手權 可以先爆打他一頓 再用大招去控制他 你們看這個福洛倫 他殘血滑起來好噁心啊 好險最後呢 我是用瞬移進去把他收掉的 差一點點我就死掉了 但是我這波花了瞬移 你們覺得值得嗎 我覺得還行啦 那看到對面的人都在下路 從小地圖可以看到 所以我們上路再清一波兵線吧 把兵線推過去 但現在凱撒路 因為還沒有到5分鐘 塔是有60%減傷的 所以MANCOLU直接回家補血 補滿血之後 你們注意看喔 吃兵線的時候 我故意把兵線引在牆壁旁 沒來吃 但這個福洛倫很聰明 不過來啦 因為我們家菲類來了 所以我就直接跟他正面對決啦 大招 噗 雖然沒有推到牆壁 但是我問我殺掉他也是沒問題的 現在我四顆人頭 都是殺福洛倫而來的 另外我再跟大家講一次啦 當我們在玩戰士或刺客 我們的KDA不是我們玩得好不好的重點 那戰士跟刺客玩得好不好的重點 就是你這場給對方多少的壓力 而這個壓力呢 他們要派多少的人才能解決掉這個壓力 這個是你玩刺客或戰士的重點 這邊來反紅BUFF就是給納克很大的壓力 不過最後追不到納克 但就穩穩的把紅包我吃下來之後 我就看到納克很殘耶 應該是可以用後包的方式 把納克收下來吧 看到納克羅斯剩下一格 馬洛斯應該收得掉 那我自己呢 就是收他們後排這兩個 我一個人可以單殺掉他們福洛倫加克里希 他們還要派射手加上輔助 來把我殺掉 這個就是我給的壓力 一個人要拖住他們四個人時間 我還可以帶走他們兩隻 但這場比較難玩的點是 因為他們輔助是艾瑞 我如果直接 壁咚他們後排 我絕對被綁啊 但你不能看到有艾瑞 所以你這場就打得很歸 不可以 一定是有機會的 像這邊看到艾瑞往下走 而且克里希又靠近牆壁 你就可以直接單殺掉他 可是你看這個艾瑞 直接把我綁在塔下 我有點難過 那最後 我這個順利都不用交了 交了還是會死 因為剛剛這個塔太痛了 可是我還是有玩出我的價值啊 我單殺掉他們的法師 然後輔助又要來殺我 所以我一個人拖住兩個人的時間 我外加上來殺了一個人 看到右邊打起來了 有沒有看到那個弗洛倫 雖然他被我單殺很多隻 可是他滑起來 我們家的後排還是很害怕 那這邊來追弗洛倫 追不到 那只能交瞬移出去 把弗洛倫收掉啦 正在追克里希的同時 我們家防恩被克里希暈起來 只有納克一個挑飛 哇我們家防恩就死掉了 他滿血瞬間就被抓掉了 你就知道對面也是給我們家後排很大的壓力 那最後這個艾瑞被他跑了 那也沒辦法 但至少我們該做的事情都有做到 現在趕快來吃蘇哈 拿個大型物件 再幫隊友加一點經濟 不然這場有點難打 那吃完蘇哈之後 恩? 納克自己過來 我們直接把他避動 避動了之後 旁邊有個克里希 他很殘 不過他有瞬移啊 我追不到 不過在追的時候突然來艾瑞 還有弗洛倫 這個艾瑞太狠了啦 不然我一個人 真的可以單挑他們三個喔 我們現在基本上都是被壓在塔內的 那先看一下凱撒沒有吃 然後來蹲點 因為現在有凱撒 然後他們又打這麼壓 會不會來吃凱撒呢 我蹲了很久 他們都沒有過來 反而是我們家的隊友 爆炸了 爆炸的話 我覺得還是有機會啦 他們應該會慢慢的往後退 所以再換個點蹲 這邊 這邊有駭牙 因為他有被動 應該看得到我 所以我們來 這個點還不錯 大招 推 推到了兩個 我們先秒殺掉克里希 最後這個艾瑞 他有點太硬了 而且駭牙好痛喔 我們先往後撤一點 感覺可以殺個艾瑞 不過他好硬喔 而且他血還一直回 那我們就先撤退吧 那因為駭牙感覺在追我 所以我就往他們的紅區移動 本來想說躲在這邊回家了 不過回到一半的時候 就看到他們艾瑞 居然給我走過來了 那我大招又冷卻好 那肯定是直接拔必動的喔 雖然是被他綁了 可是他旁邊沒有隊友 收掉他之後 還可以再反個紅buff 我的血一直不動的再回喔 接近滿血了 但是我家隊友好像爆炸了 完蛋了 我看了一下 好像兵線狀態又不錯喔 中路有反而在清 清完之後 我們家瑪洛斯跟呂布也 就是快要復活了 所以我就趕快先把藍buff拿下來 因為這個藍 昏拿 也是會被他們反掉 所以我就趕快把藍拿下來之後 對面的人就來了 真的很壞啊 那我現在再稍微看一下 誒誒誒這邊 不太行了 我被弗洛斯黏住之後 完蛋了 被綁了 這個艾瑞真的好狠喔 現在我們已經沒有本錢 可以浪了 再浪下去 這場真的會輸喔 星星會掉啊 可是我要找機會 找那個艾瑞不在旁邊的空隙 去必動他們後排 因為我不去 他們那個克里希阿 嗨阿 根本就在後面爽爽輸出嘛 就在現在我看到了 克里希你走這邊就對了 他旁邊沒有艾瑞阿 我們先把克里希給殺了之後 那個弗洛倫很可愛 不要看那個弗洛倫 前期被我們單殺那麼多 他滑起來也是很恐怖的 至少要兩三個人 才能解決弗洛倫 最後這個納克 他雖然是死了啦 不過我們好像要放生防恩啦 就在我們撤退的時候 他們靠近牆壁了 萊死一個回馬槍 瞬間秒掉了亥雅 最後弗洛倫 他扛了兩下塔出來 誒誒 普攻直接 敗掉了他 水啦 他們居然是團滅誒 我們本來是被對面爆打一頓的 居然團滅了 而且還可以把天空巨龍處理掉 看這一波 這個小青 給到很大的壓力喔 而且我現在的裝備 只有一件鞋子加三件大裝 傷害就這麼高 何況是出了王者之後的小青 看到馬洛被追著打 我有點難幫 而且他們還有艾瑞 但我還是要想辦法去找空氣 去殺掉亥亞或者克里希 尤其是那個亥亞 最讓我們頭痛 所以我們先吃個紅buff 就在這邊 亥亞自己走過來 而且他只有半血 來大招踹 喔齁 艾瑞想綁 結果他沒有綁到我 反正是綁到馬洛斯 可是我跟他雖然瞬間秒掉了亥亞 欸那克里希也是直接把我秒掉欸 太痛了吧 真的啊 他們後期這些角色 大魔王 尤其你看那個弗洛倫滑起來 他一個人喔 可以解決掉我們兩個人 以陣容來看 對面後期好像比較強欸 克里希 金亥亞 艾瑞 福洛倫 然後我們的陣容 馬洛加菲淚 看起來啦 如果他們配合得不好 會被亥亞玩喔 因為亥亞只要親親開得好 那個馬洛跟菲淚 會被他們爆打一頓啊 現在我本來想要從 側邊繞過去了喔 沒想到 正在我繞的時候 我們家隊友就被打了 你看我們家菲淚 直接被那亥亞打爆 那這邊 找到縫隙啊 直接秒掉了克里希之後 那個菲淚一直追著我喔 我只能去打弗洛倫 沒想到艾瑞一個綁 直接世界末日 太狠了 可是這波團戰 我已經做到很多事情了 一開始秒掉了克里希 然後 卡住了弗洛倫 外加上吃了艾瑞一個大 接下來 就要看隊友的 剩下一個呂布 完蛋了 慘了 他好像被亥亞玩了 看來這場遊戲是GG了啦 至少我們這場 該做的事情已經做到了 而且給到了壓力很足 我一個人卡三個沒問題 要不是他們有艾瑞 不然這場以我的續戰能力 一個人打五個 好像有機會喔 那也別忘記幫你們點個大家喜歡 我是又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